今天的TVBS看世界來關西 伊朗有一名16歲的女學生 她在搭地鐵的時候 疑似是因為沒有帶頭巾 結果被道德警察打到頭部重創 昏迷送醫 不過家屬疑似是受到施壓 所以對外說其實是因為低血壓 昏倒自己撞到頭部 而在伊朗現在也已經出現了抗疫的浪潮 希望可以還給女學生一個公道 月台上後車的女學生 下一秒竟然躺著被抬出來 伊朗傳出有女子因為沒帶頭巾 被道德警察打到昏迷 人權團體指控16歲的女學生 葛拉凡因為沒帶頭巾 被道德警察打到頭部重創昏迷中 但伊朗官媒公布的監視器畫面 沒有打人這一段 CNN認為畫面被動了手腳 家屬也一次被施壓 說小孩是自己昏倒 CNN報導有記者事後想到醫院採訪女學生 卻被逮捕 整個過程疑點重重 伊朗街頭再度出現抗疫 民眾憤怒要幫女學生逃回公道 伊朗去年9月才有女子違反投金規定 被關押致死 引爆全國怒火 現在又發生這起事件 難保示威浪潮不會捲土重來 剛剛看到伊朗原命女學生被道德警察打到頭部重創 但其實在去年也有一名伊朗的女子叫阿米尼 她也是因為帶頭巾不符合規定 所以遭到逮捕之後死亡 現在很多國際社會也呼籲伊朗要停止迫害婦女 那麼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在今天也公布了 就是現年51歲的伊朗人權活動家穆哈馬迪 他是誰呢 他其實是一個伊朗的記者 那他一直以來都為伊朗非常敏感的問題來發生 包括像是反對死刑 還有強制女性 佩戴頭巾等等的議題 那麼也因此呢 他前前後後其實進入監獄好幾次 而最近一次呢就是在2021年的11月 而且他至今都是還在監獄裡面 那他的丈夫呢 其實在2012年之後就帶著小孩 到以難民的身份到法國來逃亡 所以呢 他跟丈夫24年的婚姻當中 其實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只有五六年 非常的少 那穆哈馬迪他也透露 其實他最想要的 就是可以跟他的小孩一起生活在一起 但他也坦言說 只要自由和平 還沒有實現就必須要奮鬥犧牲 那這個穆哈馬迪呢 其實總計被伊朗逮捕過了13次 還遭到編刑 幾乎可以說是伊朗人權鬥士的代名詞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出爐 得主是伊朗女記者兼人權運動家 穆哈馬迪 51歲的穆哈馬迪 長期為人權和自由奮鬥 甚至多次面臨死亡威脅 他遭到伊朗當局逮捕 至今還被羈押當中 穆哈馬迪幾乎是伊朗人權鬥士的代名詞 過去20年他有一半時間幾乎都在監獄度過 他還是和平獎史上第19位女性得獎人 不過今年國際賭盤預測的大熱門全都共骨 穆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賭盤中呼聲最高 但因為戰爭還沒有結束 沒有獲獎 原本看好的還有俄羅斯異議人士納瓦尼 以及白爾反對派領袖 今年有351個個人和組織被提名 一度還送傳今年因為世界不太和平 和平獎有可能出缺 而上次名單出缺是在越戰時期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我們來關切俄烏戰爭的最新狀況 俄羅斯在5號又轟入了烏克蘭的赫羅扎村 在包含像是咖啡店跟雜貨店 這些都是平民會在的地方 所以這一次的襲擊一共造成51位平民的死亡 那麼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說 這個根本就是精心策劃的飛彈攻擊 不是所謂的盲目攻擊 那麼其實在俄烏戰爭 烏克蘭大反攻之下 俄烏戰爭現在都還在持續的進行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琴他就說 他好像聽到國內想要測試核武的呼聲 所以俄羅斯也有可能在超過30年 首度的來恢復核子的試驗 也甚至可能撤銷全面禁止核子 釋報條約的批准 那我們知道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之前俄羅斯有一名電視台的員工 他在去年的時候直播的時候 闖入了主播台高舉反戰的標語 那麼這一名新聞工作者也遭到判刑8年半 不過他已經逃垮法國 但是他的家人疑似已經被洗腦 也認為他應該要去坐牢 去年3月在俄羅斯官媒新聞直播 高舉反戰標語 一年半後判決正式出爐 俄羅斯已經被報復了一個報復 在烏克蘭大陸的暴力 在電視台上在8.5年內在監獄 這位記者其實早就帶著女兒逃到法國 聽到判決結果他並不意外 這只是假裝的正義 但讓他痛心的是自己的媽媽 竟然深深相信普京說的一字一句 甚至上法院提出對女兒不利的證據 而在法國全球第二富有的男人 疑似和俄羅斯寡頭走太近遭到調查 大國媒體世界報揭露 路易威登集團執行長阿爾諾 涉嫌借貸給俄羅斯富商薩基索夫 讓他購買路易威登旗下 阿爾卑斯山度假村14棟建築 有洗錢嫌疑 巴黎檢察院已經展開初步調查 不過阿爾諾律師堅持一切合法 也符合制裁規定 絕對沒有不當行為 TBS新聞 綜合報導 來看到美國的非法移民 現在可以說是拜登政府的一大難題 所以拜登其實在5號已經宣布 要再增建美墨邊境的圍牆 來阻止墨西哥的移民 但是大家如果還記得 其實在2020年拜登跟川普競選的時候 他有承諾過他不會再建造邊境的圍牆 而且在2021年上任當天 他還宣告他不會再提撥納稅人的錢 用在這一方面的事情上 但是現在他們的國土安全部部長就說 現在還是有迫切的需要 在美國的邊境來建造圍牆 資金就是來自於2019年 川普在任的時候 在國會內通過的撥款 那麼拜登當然也要為自己辯護 他就說他沒有辦法阻止執行 川普任內簽訂指定的資金 這個撥款指定就是要用在邊境的圍牆 他有想要重新分配 但是他沒有辦法 這是他替自己的辯駁 那麼其實呢 我們來看到川普也有一些爭議 紐約時報就報導說 川普在卸任之後 其實他沒有辦法管好自己的嘴巴 怎麼說呢 他有曾經向澳洲的富商來透露過 美國核潛艦的機密 而且至少又有45個人 從富商這裡來聽到這一些核機密的內容 美國核潛艦機密爆出外洩危機 洩密者很可能是美國前總統川普 紐約時報引述不具名消息稱 川普疑似卸任後不久就在海湖莊園 向這位澳洲一萬富豪說了不該說的事 這名富豪是全球最大紙箱製造和回收公司的老闆普拉特 他在聽完川普說的國家機密後快速散播 甚至在電郵對話中 透露給至少45人 包含6名記者 11名公司員工 10名澳洲官員 和3名澳洲前總理 不過北印澳三國後來已成立Oxos 攜手開發和潛艦 此外美國玄缺的眾院議長職務 挺川派議員宣布角逐 另一位想選的史卡利塞 因為接受血癌治療健康引發關注 川普也自告奮勇 向福斯新聞說 如果有需要他願意站帶眾院議長職務 中華報導 好 觀眾朋友會長也說拜登打臉自己安安 也說別打臉喔 不知道拜登這樣的政策 會不會又讓自己的民調持續的往下掉呢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到 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去年的10月29號 在韓國的梨泰院發生了多人的踩踏事故 當時的意外也造成了超過150人死亡喔 那麼今年在10月又是萬聖節要來臨了 那麼現在就怕意外重演在日本呢 東京色谷的區長甚至還開記者會 特別呼籲大家不要為了萬聖節到色谷的周邊 因為這裡其實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他說呢其實往年的萬聖節就會有很多的遊客來到色谷站喔 而且加上今年又是疫情鬆綁後的第一個萬聖夜 才太意外會發生危險 希望大家不要來到這裡喔 那麼其實他們也祭出了一些 怎麼說措施呢 來防止相關的危險發生 像是27號到11月1號 其實就是萬聖節這一個區間喔 他們就禁止在色谷站附近的道路 或者是公園這一些公共場所來喝酒 而且光是禁止還不夠喔 在10月28號的時候 甚至限制這一些路段 飲酒地區的超商要配合不能販賣相關的酒類喔 就是希望不要有相關的意外來發生 另外我們來看到 美國有一架聯邦快遞的貨機 在當地時間周三的晚間 準備要降落在田納西州的機場的時候 疑似是因為起落架故障 所以機附整個著地當場也起火喔 那麼還好機上兩名工作人員 現在還有機師都沒有受傷 但是事故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飛機落地瞬間機身下方擦出一道火光 這架美國FEDEX貨機在當地時間周三晚間 準備降落田納西州機場時 因為起落架故障 導致機附直接著地 不只竄出火光 整個跑道煙霧瀰漫 所幸當時機上三人 包括機師在內都沒有受傷 不過美國惡勒岡州這起意外 機上乘客就沒這麼幸運 從目擊民眾拍下的影像 不難發現眼前這架小飛機 幾乎是雞鼻朝地直接往下墜 看起來是完全失去動力 外媒報導當時小飛機上有三名乘客 其中兩人不幸死亡 小飛機墜毀後海波及附近民宅 造成建築物受損 熟悉當時屋內住戶緊急疏散 沒有釀成嚴重死傷 兩起飛機失事原因 都還有待進入依親 TVBS新聞環旋報導 我們來聊聊美中關係 大家最關心的其實就是 下個月APEC會議上 拜登跟習近平到底有沒有辦法來會面 但其實北京在這件事情上 始終都是沒有鬆口的 其實拜登跟習近平 過去只有過一次會面 就是在2022年11月的G20的峰會上面 兩個人有來見面 那麼其實最近呢 美中的高層也頻頻的來會面 希望可以磋商 像是在9月16號跟17號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跟中國外外交部部長王毅 也在馬爾他碰面 被視為是拜習會的事前磋商 那麼另外呢 華友也報導說 其實有匿名的官員說 白宮現在已經著手在安排拜習會了 就在舊金山APEC峰會的場邊 有可能會有第二次面對面的拜習會 而近期呢 美國國防部的這個印太事務助理部長 他也說 美國非常的期待台灣大選之後 雙方可以繼續的合作 也呼籲北京不要找藉口破壞穩定 因為如果封鎖台灣的話 成本是非常的高 甚至有可能會來衝擊全球的經濟 那我們來看到其實大陸的亞運呢 在8號就要落幕了 不過大陸即將舉辦 一帶一路的十周年論壇 目前包括俄羅斯總統普欽 還有大陸也宣稱 已經至少有大約90多個國家的代表 確定會來參加 外界也預估 時間有可能落在10月16號到19號之間 那麼也會是中國大陸新的外交主場 10月5號普欽前往俄羅斯南部城市 索契參加一場智庫論壇 在回答新華社提問時表示 一帶一路倡議有極大發展前景 二中兩國正在落實對接合作 論壇上更不忘抨擊西方國家 克里姆林宮日前已經確認 普欽即將訪問北京參與大陸一帶一路 十周年的活動 從其他國家領袖已經公布的行程安排看來 時間可能落在16號到19號之間 而索契的這場論壇上 也有馬來西亞的研究機構 表達對一帶一路的支持 大陸官媒近來開始加大宣傳一帶一路 包括佔地270公頃 總投資達到150億美元的斯里蘭卡 科倫坡港口城 以及剛通車不久的印尼亞灣高鐵 都成為陸媒報導重點 至於在舉辦一連串的一帶一路活動後 習近平是否可能在舊金山Apex上 與拜登舉行會談 華盛頓郵報引述美國官員的消息指出 美中雙邊的人員已經開始制定相關計畫 如果這場拜席會成局 將是兩人自去年巴厘島G20峰會以後 再度會面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受到週日關係緊張的影響 日媒就報導 在大陸的日本人 可以說是10年來持續的減少 過去高峰的時候曾經有15萬人 但是現在有可能已經要跌破10萬人 甚至創下20年來的新低 那麼其實這個下滑的轉列點在哪裡呢 我們看到就是在2012年 2012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日本宣布將釣魚台國有化 當時大陸的發生非常多反日的遊行 甚至很多日本的超市跟工廠遭到摧毀 所以就在隔年2013年 日本人在陸的日本人 就大量的減少了10% 而且到了2022年 在陸的日本人又再下滑了5% 只剩下10萬2066人 加上今年7月中共實施所謂的反間諜法 也讓日本人更擔心說 北京可以更大範圍的來擴大 他們認為有可能涉及國安的活動 所以日本企業跟中國經濟有往來的人 就會比較擔憂 另外呢 加上疫情的影響 其實很多日本人回國了 另外最近日本福島排放了核污水 也造成中日關係更加的緊張 而且很多的日系車廠在大陸也面臨了裁員的困境 所以如果今年降幅又超過2%的話 在大陸的日本人就有可能會跌破10萬人 好那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連續8天的長假 在今天就要收尾了 包括鐵路運輸 還有公路其實都擠滿了非常多的人 不過他們的氣場台就提醒了 在可能包括廣東跟福建等地 要注意小犬颱風有可能會帶來影響收價的交通 空拍河南松山少林寺的停車場 這一幕震撼不少網友 只見密密麻麻的車輛整整齊齊的挺好挺滿 這是大陸十一長假又一個驚人景象 6號這一天是中國大陸8天連假最後一天 由於收價前就開始大塞車 有人整整提早了3天 要從老家回到工作地 結果高速公路還是又提早塞車 從稱州返回到廣州 大概是400多公里 正常應該是四個半小時左右吧 大概兩點多的樣子 然後回到家都已經是凌晨1點了 11個小時吧 路上堵車的情況還挺嚴重的 不只公路上海的火車站在5號一早也開始出現人潮 這次8天連假被稱為是超級黃金洲 各種數據包括出油人數 鐵公路的輸運數都破近幾年的最高紀錄 不過連假最後一天 大陸氣象單位提醒 廣東沿海可能還會遇到小犬颱風搅局 那麼大家可以順著我的這個手邊看過來 那麼在這一邊主要停靠的是一些這個較大的漁船 而在這個較大的漁船旁邊 停靠的是一些比較小的這樣的漁船 消遣颱風預計7號會掠過廣東沿海以及香港 包括浙江福建也都開始關閉部分景點 而北方地區包括青海 則是開始下雪降溫4到6度 對收價交通都將有極大影響 西歐最高峰阿爾卑斯山的白朗峰 兩年高度已縮減兩公尺以上 是22年前開始精確測量以來最低水平 每兩年測量一次的白朗峰 現在高4805.59公尺 比2021年9月的4807.81 矮了2.22公尺 專家說主要因為夏季更暖 導致積雪減少 8805.59公尺 我們沒有遇到這個樣子的結果 這是第一次我們最低 現在就像有些人說 當然可以上升1或2公尺 在接下來的年紀或年 但仍然要注意到這個位置 測量專家表示白朗峰頂其實就像沙丘一樣會移動 並不是第一次測量到超過2公尺的變化 但今年可能因缺雨和炎下導致山峰特別低 2007年白朗峰封頂達4810.90公尺 但從2013年山峰高度就成下降趨勢 今年更是自2015年來頭一次 山頂積雪從6月到9月幾乎沒變 根據歐盟哥白尼氣候變遷服務 2023預計將成為自1940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氣候變遷再加上今年盛迎現象氣候形態 讓東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海水表面升溫 推升各地破紀錄高溫 今年一到九月的全球均溫 比紀錄上的平均氣溫高攝氏0.52度 比工業化錢均溫則高出1.4度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表示 比較令人擔憂的是聲音現象仍在發展 因此破紀錄高溫 恐將在持續好幾個月 對環境和社會產生連鎖影響 暖化氣候變遷帶來的極端氣候已無所不在 位於印度東北的習近邦 近中國邊境不遠的洛納克湖 本週因喜馬拉雅山的冰河湖潰堤 引爆山洪 造成至少40人死亡 還有數十人失蹤 當地因暴雨和雪崩引發泛濫 導致被稱為襲襟生命線的提斯卡河爆發洪災 是當地50多年來最嚴重災難 也為近年南亞喜馬拉雅山脈 極端氣候災害 再添一筆 當地周二到周三清晨 降下40.9毫米雨量 看似不多 但幾乎是往年此時的五倍 衝走十四座橋 連結習近和西孟加拉邦的主要公路坍塌 習近方首府道路完全不通 大大阻礙救援 衛星照片顯示 湖水近三分之二都已流干 影響當地兩萬兩千人 根據2022年一項研究 目前有200多個這種湖泊 對印度 巴基斯坦 中國 尼泊爾和布丹的喜馬拉雅社區 構成極大危險 印度政府正開始在當地加裝冰川洪水預警系統 但這回顯然來不及 提醒萬眾可報道 好 很多觀眾朋友也講到氣候 極端氣候的影響 像是Lukas就說石化產業這種排廢器比較高的工廠 其實都是會影響天氣的 沒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白朗風變矮 也就是因為在夏天天氣實在太熱 所以也讓山峰的高度降到22年來的最低 另外觀眾朋友安安剛剛也有提到這個一帶一路 我說中國的一帶一路 其實就是超限戰的一環 從基礎設施等各方面來入手 沒錯 但是看起來現在中國一帶一路這方面呢 感覺好像也遇到一些瓶頸 因為它通過了一些國家 是稍微比較貧窮 所以在設施的維護跟進行上面 還是有一些困難的 另外我們來關心南韓的無人商店 在短短的三年其實已經成長了17倍 而且這總數非常的驚人 已經超過了3500家 我相信疫情呢 也有催生這一些無人商店 但是因為這些店裡面都沒有人 所以呢也成了所謂的治安死教 像是最近就有南韓的學生 拿著槌子闖入無人商店 搶走了收銀台的錢 甚至還有女子在無人商店拍照店被性侵 而且在過去一年南韓就有 超過6000多起的無人店的犯罪 所以當然了這也讓南韓的警察 非常雙腦筋 哇 兩名南韓學生闖入店家 拿出槌子敲打收銀台 取出現金 南無人商店進來一家一家開 沒想到卻變成搶匪鎖定的目標 1時20分左右 絕對時間來看的時候 7時來看了 在鄰近的地方 5公里的記憶斯匪鎖定的 故意發生了 業者說開無人店以為可以省人事成本 沒想到正是因為沒有店員 不管是誰都能隨時自由進出 反而成了治安死教 要怎麼防止無人商店犯罪 南韓政府想破頭 推出掃碼機 手機認證 才能進出的防盜系統 只是店家似乎興趣缺缺 無人商店當道 截至今年六月為止 無人超商在全南韓 一共有三千五百三十家 在短短三年內成長了十七倍 只是不管點餐還是支付 還是有人用的怕怕的 南韓民調顯示55歲以上 只有四成多會用無人點餐機 理由是不會或太難 甚至還擔心排在後面的人會看到 南韓政府現在推出培訓課程 要幫大家克服心魔 透過虛擬練習 讓科技成為新日常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不只南韓的無人商店 成為治安的死角 在美國華府地區附近 最近竊案也是頻傳的 有不少的商店被偷被搶 甚至還有店家的貨價 幾乎都被掃光了 同畫面中可以看到 這家位於美國華盛頓的商店 好幾排貨價上的商品 幾乎是寥寥無幾 有些貨價甚至是 整排被掃光 不過這並非是什麼 特價或促銷活動 而是有人上門偷竊 外媒報導 最近美國華府特區竊案頻傳 甚至還傳出有四十五名年輕人 一起到商店洗劫 他們聲稱自己是街頭小販 結果卻拿別人店裡的商品來販賣 部分地區失竊率甚至比去年高了四成 而且這些竊賊不針對特定商品 幾乎是看到什麼就拿什麼 原來美國有不少州政府已經修法 把金額低於九百五十塊美金 折合台幣三萬零五百元以下的搶劫行為 無罪化 讓類似這樣的零元購快閃搶劫 在美國各州似乎越來越嚴重 也衝擊美國各地的商家信心 美國總統拜登他飼養的德國牧羊犬指揮官 從2021年入住白宮到現在 已經傳出咬傷至少11名的特勤人員 甚至還有官員也被攻擊 那目前其實白宮的發言人也已經證實了 這個德國牧羊犬指揮官 他現在已經不在白宮了 而且還能不能回來 其實到現在也都還不確定 美國總統拜登出席白宮身心障礙法 紀念活動 搞笑扮演人類中仆服務權 拜登做事要和狗一起趴下 讓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的女星 沙馬布萊爾玩耳 不過愛狗的拜登 最近卻因為白宮第一狗傷透腦筋 兩歲的德國牧羊 狗犬指揮官前年入住白宮 截至目前已經咬傷特勤局11名探員 還有藝人送醫 而且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傳出白宮其他人員也曾被攻擊 千萬白宮發言人沒事 只是指揮官已經被送回拜登在德拉瓦州的老家 有專業訓練師表示 白宮的環境可能才是狗攻擊人的主因 不過歷任總統像是老羅斯福的狗狗 曾咬破政府官員的褲子 小布希的梗犬也曾咬傷白宮記者 對白宮第一狗咬傷人 有專家笑說 這很可能是拜登另類的政治醜聞 TVBS新聞正好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